我是英國RMP國際營養醫學研究中心 台灣奧班士術主任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關我們現在很多人的疾病 其實都是來自於營養的缺乏 那既然現在我們的營養 其實食物都不於匱乏 那為什麼會缺乏 事實上主要是我們現在 攝取的這些營養素不平均 那不平均它的根本是來自 事實上在這個 我們在種植的過程當中 它已經產生了 跟以前的食物的本質就已經改變了 因為所有植物它的營養都是來自於 生長都是來自於土壤 那麼一個原本原始自然的土壤 它是必須要有很豐富的這些肥沃的土壢 那包含了這個所謂的礦物質 各式各樣的礦物質 也包含了這個 微生物 所謂的有液菌 各式各樣的微生物 那這些礦物質經過微生物代謝以後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新的一個物質 那麼再像秋雲啊 像一些昆蟲 它會再去轉化 那轉化之後這樣的一個礦物質 才能夠比較有效率的被植物給吸收 那麼這樣長出來的食物 它就非常的健康非常的充足 那原本我們都是吃這樣的食物 所以以前呢在吃食物 它就可以補充我們所有人體生長 或者甚至修復疾病所需要的這個營養 那現在大家都知道 人口從幾億人地球 原本其實只有五六億人 那到現在已經七十億人 再加上現在人吃的這些肉食啊 或者這個食物也非常的多 所以造成我們要不斷重複的耕種 那在重複的耕種之下呢 那個土壤它的養分就不斷的被吸乾 那當然土壤其實已經種不出食物了 那這就是後來就加上這個化肥的發明 之下就讓食物又可以長得出來 那只是它長出來的樣子 事實上它已經是很虛弱了 就跟我們給小朋友一樣 每天給他吃這些垃圾的食物 它一樣可以長得胖又看起來很壯 可是事實上它的體質是非常虛弱 其實我們現在的食物已經變這樣了 所以當它產生病酬害 它很容易生病的時候 我們就要發明農藥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的農業是這樣發展出來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 只是因為為了降低成本 為了讓它產量更大 那加藥基因改造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吃到的食物 事實上它的本質跟原始的食物已經差不多 也非常大 那更何況這個 我們現在又吃到很多加工後的東西 甚至是冷凍的 所以它的營養 它等我們真正吃到的時候 它已經過外了很多 所以現在人的營養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維生素、礦物質 跟還有一些植物需要的一些 它裡面所含有特別的它的植物素等等 那所以當沒有這些的時候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的生病的抵抗力越來越差 所以我們現在疾病發生率就越來越高 那我們一直用這些所謂的這個藥物去做 去治療它只是治療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越來越不好 那尤其是你看看我們懷疑胎兒的時候 它必須要更多的營養 那現在營養缺乏 當然生下來的小孩體質就不好 所以我們這邊呼籲就是政府單位 或者各位總爸爸總媽媽 一定要特別注意你的身體的一個健康 第一個你體內絕對要把自己的身體淨化 讓它不要太多毒素的干擾 所以很多的毒素會影響到胎兒的生長 那還有營養一定要充足 這時候產下來的寶寶它才是非常健康的 但是你剛已經講過了 我們現在的營養是沒有辦法充足的 因為我們的環境 因為我們地球已經這麼多人 要養活這麼多人 所以現在所有的手段都是為了養活這麼多人 所以我想知道聽完了以後 我還是想去請問你 那你認為我們該怎麼樣 這些人我們大家都知道要營養 那但是這營養不可得 對 所以這個是我們真的是 時間已經很慢了 當然我們幾十年前就開始倡導有機農業 自然農業、友善農業 那當然這是最根本的 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只是口號 那去支持它 比如說要用心的去找 大家都很難找 事實上還是有的 那而且去支持他們 那甚至投入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這樣的活動 或者去支持這樣的一個產業 那只要有心都找得到這樣的一個團體 可是這樣的話 它有可能養活 用這樣的方法 有可能養活這麼多的人嗎 因為那樣以前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些的改變 都是為了因應人越來越多 所以才產生的這樣的一個現代的農業 那所以我們為什麼一直召開這些各種的研討會 就是我們後來發現 事實上科技它可以幫助 但是科技只要不違反自然 它還是可以善用它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很多生物科技 可以快速的讓這些除雲 或者這些有機質 它可以轉換成比較細緻的一些肥料 現在我們生物科技 像微生物學 現在也發明 我們可以迅速的讓地球 這個土壤它比較快的可以恢復這樣的一個生態 所以第一個先停止破壞它 減緩的破壞 第二個我們透過科技加速它的土壤的活化 那我們目前也認識很多團體 事實上已經也算是成功了 而且它的產量經過一些科技的輔助 在不違反自然的盡可能的原則之下 也發現了它的產量並沒有降低 甚至經過一段時間 它是產量一直在增加 是嗎 真的 所以我們希望把這個消息 那等一下請你把這個資料讓我們知道一下 可以再分享給大家 那另外一方面當然 畢竟它佔的比例 目前還是非常的少數需要時間 那在這個時間之前呢 我們也找了很多這個所謂的科學家在研發 那我們剛剛之前有提到 所謂的有找到RNP的一種自然生長營養素 它這個就是利用自然的生長的過程當中 給這樣的一個植物 它直接提供它 比如說我們需要某種靠物質 或者某種維生素 那我們提供這樣的一個生長過程 讓它吸收充足的這些養分 那我們直接去吃這樣的一個 還有高營養的這樣的食物 那目前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科技發展出來 但是最根本的還是去吃這個食物 但是像我們外食啊 像有時候不方便的時候 我們就偶爾可以補充這些 經過培養的這個食物 高營養的這個食物 這樣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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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